歡迎大家來到微電影世界 今天和昨天一樣 卓慧敏和Didi和我一起分享 她最近的新作品 微電影的《微藍》 《微藍》這部電影很喜歡的藍 很喜歡法國這部電影 所以改這個名字 事實上跟法國這部電影 應該沒有關係 你又請了一群老氣骨 一起和你演這部電影 快點說《故事大綱》是甚麼 《故事大綱》是背後的意思 老人家入住老人院是否等待死亡 還是人生的另一個開始 但你也知道我們很忌諱 不可以說死亡 我將她扭 一個長者有抑鬱症 以前是很紅的 很出名的 但老倒 因為一次的意外 後來就變成很抑鬱 兼且孤獨 一個老人家 雖然她就快會弄辣 是弱聽 但她仍積極人生 入住老人院 兼且還會幫助很多的長者身邊 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我知道這部劇 洛杉堂很幫助你們 老人院連續整個星期 都給你們盡量拍你們的電影 我煩了很多次做搜尋 拿資料和老人家討論 還有那群老氣骨 怎樣帶你們進戲 始終你是新進導演 其實他們很幫助我 因為知道我蠢 拍攝麻煩 他們不敢走 我說下班就走 你不蠢 他們都說不要了 全副下班就走了 波姐 這次也很開心 我用到林常武 因為常武 我記不記得 只是TVB演員 他都因為癌症 做過化療 電療導致說不出話 我問他想不想拍戲 他說好呀好呀玩 在裡面說不出對白 就會寫字 其實我拍這部戲 每個人都有自己身體的問題 都能克服 我都叫他們一起來玩 還有你拍這部戲 總會有你的主子 希望幫到某些人 出現一個信息 但最後希望在社會上 大家在首映禮後 或在網上看這部戲時 會帶出什麼效果 或令你往後 在你的導演奴 或在你的演藝事業方面 可以做到什麼 其實我沒有想過 出來的效果 會有這麼多人 會覺得很舒服 很真實 我就想希望可以延續下去 繼續拍下去 拍一系列的長者的故事 我非常好 聽說你在拍攝局過程中 已經有很多人找你 甚至國內一些社福界的人 或電視台都跟你談 會不會你可以幫他操刀 拍其他微電影 其實你往後會不會 因為我看到你花了很多時間 很多心力 在一套短的短片上 但如果以後沉溺於這個工作 可能花了很多時間 可以的 我喜歡找資料 其實我未來 我自己心目中 還想拍多個故事 不是長者 是癌症 因為我之前做了少許資料 是 招數集 是的 如果再開過長者 我希望能夠先開到癌症故事 明白 你好像一步一步按部就班 幫你的導演路慢慢推進 是 因為你做了社會 長片是否你的目標 我不敢 我不敢 因為我半途出家 又沒有跟一個導演學過東西 你都知道 是憑我八年前的記憶 以前拍下的那些小小的記憶 要一些兄弟幫拖 不如最後你給幾句勸臉說話 如果有些想投入微電影製作的朋友 他們到底應該用這種心態去拍微電影 我看最重要是舒服和自然 拍到她想要的東西 這是最重要的 好 用心出來拍吧 好 Thilly 真是很感謝你 連續兩集上來我們的節目 和大家分享這麼多 你的製作心情 我祝你這套美男可以很成功 我也想成功 因為成功了就有第二第三幅 好 祝你馬刀功成 多謝 微電影世界暫時和大家趕再會了 將來希望很快 再發掘多些更新更精彩的微電影 給大家欣賞 如果大家想重溫本集的內容 歡迎大家上微電影世界的Facebook 我們有足本播放 後會有期 我們會看見 我們會 upside down 這一陣子 我們會吃三十二 四十三 四七 十二 四十五 六